各位评审委员大家好 我们是国立澎湖高级海市水产职业学校 我们的作品是永续一夜澎湖环包海鲜 我们建议食用这些水产资源的原因是因为 其耳料为天然或植物性耳料 属于食物链中底层生物 捕捞的方式对于环境影响较小 有澎湖牡蛎、澎湖小卷、蓝圆参、俗称拔廊、北带鱼、臭度鱼等 海洋保育你我有责 对于制作本分澎湖海鲜指南 主要依据邵广州老师于2013年 在台湾海鲜指南中所提出的11点原则 第一点则是常见种大于稀有种 第二点则是银白色鱼种大于有色彩的鱼种 第三点则是回忧种大于定期种 回忧种种类少数量多 第四点则是泥沙漆性物种大于盐漆性物种 盐漆性物种种类多数量少 等等以下11种 想清楚再吃之海鲜是因为养殖饰料来自小鱼 捕捞的鱼业管理尚未完善 需求增加或会带来问题 属于食物链最高层 想清楚再吃的水产食物有 斑解虾 熟山大虾 海胆 养殖石斑 三角蟹 海鲤 等等 避免食用 避免食用这些海鲜是因为 遇遭过度捕捞 野生数量聚减 成长慢 资源不易恢复 捕捞方式造成气地或造成 混合有乌贼 花枝 野生石斑 澎湖石章鱼 鲨鱼鱼翅 黑石圣 俗称的贪 据我们所知 黑石圣 它是住在珊瑚礁里面的 若想要裁补它们 就必须把珊瑚礁敲开 它已经造成破坏七地这一点 我们把我们的作品作为手册 是因为我们想要有效地提醒民众 在选用海鲜前应该有何思维 环保海鲜大行动 购买海鲜请先明了三件事 一 所有海洋 漁业所捕捞的海鲜 皆是野生动物 二 海洋支援已面临危机 三 把握今天的选择 决定海鲜的未来 以上是我们长庭的介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